瑞瑟村的宋孟璇给我发了一个活动消息 说3月26日下午2点到3点 水利署将在午后活动中心举办午后地区 扩大灌溉服务永续共好之合作一项签署仪式 我就来看看 拍些素材拼接成一个影片 活动开始前 瑞瑟的乡长吴万德就被大家围住了 再交换名片 活动开始后 人流介绍嘉宾 瑞瑟农会主席 瑞瑟农会理事长魏清禾 农会总干事黄生皇 下面代表会主席罗文藤 行政院东部联合 服务中心执行长郭应议 农天水利署 化联管理处处长张林伟都有来 吴万德 魏清禾 张伟林 先后拿笔再签署合作一项 活动就准时在15点结束了 结束的时候 我找主办方要了这个记者会的议程表 用于确认嘉宾名字的写法 好玩的是 主办方给每一个 围观签署仪式的村民 一个餐盒 在得知我算是记者之后 额外拿出一盒蜜香红茶给我 我也就确置不公了 这红茶跟今天的记者会主题是关联的 五鹤地区的茶叶 被小绿叶蚓咬过才算蜜香红茶 茶叶不用农药 还有了特色 这次扩大灌溉的对象 就是种植茶叶为主的五鹤地区 我回城的时候 看到很多新建的蓄水的设施 这都是从山上饮水到五鹤台地的灌溉工程 给农民提供精准稳定的灌溉用水 我没有老板 我这新闻就这么播报 你就将就着看吧 欢迎来瑞瑟丸 蜜香红茶随时都有 我们下期再见